第271集 老實說,這個人的出現,除了一傘之外 我們所有人都很震驚 誰都猜不到,進來的這個人竟然會是排骨 雖然他山得不太高,看上去都是瘦猛猛的 但是,這裡所有人都見過他出手 如果說他一個人可以對付這兩個高手 誰都不相信 只得一傘面上露出了一絲的欣喜 就好像是見到救星一樣 看來他對排骨是知根知底 說事前那時快 這個時候排骨動了 他的動作快得令人目不下級 他竟然直接捉向了那個矮仔雙手 那個矮仔本能地想避開 但是就沒有避得開 對手即時就被他捉緊了 這時我都可以看出一些門道 排骨用的招式竟然是太極拳 只不過速度就非常之這麼快 他捉向矮仔的那一招 應該就是太極裡面的黏手 然後 他將矮仔對手向著那個大隻佬的胸口引過去 那個大隻佬連亡後退了一步 閃開了之後 他的拳頭也都好像下雨一樣射向排骨 但是排骨便會肯被他打中 腳下一滑就閃到那個大隻佬的後邊 同時也都鬆開了那個矮仔 雙手輕輕地推向了那個大隻佬的腰部 直到就離去到那個大隻佬的腰邊 雙手的力度忽然間就變了狠狠地拱了出去 那個大隻佬即時臉色一變 他抬遞腰 用手掩住了他被排骨打中的地方 臉上便飆了冷汗 而那個矮仔就揮摸著雙手 兩道刀光閃爍 他出刀的動作很快 眼看著就去到排骨面前 排骨直接動到直直直地向後塌 雙腳攪住了那個矮仔的腳 那個矮仔的身體就暗暗 等到他一刀斬向排骨夾的時候 排骨已經縮了腳 然後那個肩膀還狠狠地頂在那個矮仔的頭上 只見排骨又是抬起右手端 在凸向那個矮仔的肩膀的同時 右手的拳頭也都同時彈向了那個矮仔的後尾枕 他的右手端從矮仔的肩膀很快地滑到腰部 然後出力地一張批過去 那個矮仔即時就跌在底下 而這個時候之前被他推中腰部的大隻佬 很陌生 他有點不好意思地說道 對不起 諸哥 我不是有意瞞著你的 我領領頭苦笑了一下 排骨望了放浪一眼就說 叫他們從哪裡來的就回到哪裡了 這裡還輪不到他們猖狂 然後他又跟我說 諸哥我們走吧 六少爺還在等著 那麼我們就陸陸續續地走出了房間 而房裡頭突然間傳來了一聲露哭聲 只見那個矮仔舞動著尖刀 向著排骨猛然地刺過來 排骨的面上都還是充滿笑意 他雙手插入那個矮仔雙刀之間 用力一分 就硬把那個矮仔雙手分開 然後向下握住了那個矮仔的兩隻手腕 齊碗一壓 接著很溫柔地說道 既然你想作死 那我就成全你了 接著他夹山地把那個矮仔的手腕 向內一彎 雙刀也插入了矮仔自己的腹部 排骨拍拍手 回頭看著那個大隻佬就說 你是不是也想死啊 那個大隻佬就沒有動 而是牛仔地站在那裡 他現在眼中已經充滿了恐懼了 放浪關心和放小油 這個時候也嚇到呆了 他們怎麼都不會相信 排骨會在瞬間 就拿了那個矮仔的命 我們離開了酒吧 上了車之後 我看著排骨 但是就沒有說話 那他就笑著說 不好意思啊 我一直都沒有機會說你知道我的身份 一旁的一傘就說 都是我來講啊 從嚴格意義上來講 排骨哥都是影子 不過他是陸副總長的影子 從來沒有在人前出現過 也都從來沒有離開過陸副總長半步 影子就有點驚訝了 原來你是陳黑 陳氏太極的全人 排骨暗暗頭 我走就眉頭說 那你現在怎麼離開了陸副總長呢 現在陸家這樣的情況 他沒有人保護也很危險 排骨就說 陸副總長他已經病得很重了 陸家應該不會再對他下手的 陸少爺叫我過來先 是因為他知荒浪這一次 從日本帶了兩個幫手過來 他怕你們吃虧啊 你早就跟著我們了? 嗯 今天一大早 你和小芬他們去海邊的時候 我就已經看著你們了 之後我就一直跟著小芬和金武 喂 那你也太沒義氣了吧 是都要等他們被人砌了一鍋之後 才出手相九? 嘿嘿嘿 讓他們見識一下 不是什麼壞事來的 裡面是有兩個 一直都覺得自己好打得的人 經過這一步 或者懂得收斂一些 李興和方小元 即時臉都紅了 李興就說 我說過的 如果你可以打低他們的話 我一定會叩頭拜你為師 排骨就翻了個白眼給他 說到說 唉 你以為個個都可以做我徒弟啊? 天知 誤性 心態 你有哪樣達到我的要求啊? 嗯 我有這麼差嗎? 排骨都懶得理他 看著我就說 在你們去到酒吧的時候 陸少爺已經到了大列了 他現在應該在何博士家裡等著我們 我聽見他這樣說 就有點心急地跟駕駛的影子說 影子 開快點了 不要讓陸少爺等太久啊 影子即時扔了腳油門 駕駛一聲飄了出去 排骨就說 欸欸欸 金毛 慢慢開 安全第一啊 他這樣一說呢 我反而有點不好意思了 我還是沉不住氣啊 接著 排骨又跟影子說 金毛 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輸在哪兒啊? 嗯 請指教 啊 其實以你的實力呢 對付那個大隻佬 滋滋都有餘啊 只不過你又太過心急 而且啊 你又不應該跟他硬碰硬啊 對付這些這樣的四肢發達頭腦 簡單的肌肉佬 應該多些食腦 以游黑缸啊 一邊的方小元就很好奇地問 喂 為什麼你就這樣說一下 他就失去了戰鬥力啊? 嘿 我那一下就厲害了 我是用盡全身的力 打在他的臣那裡啊 他本來就有點神虛 這東西啊 沒有拿走他的命仔 已經算很不錯的了 李兄就問了 你怎麼知道他神虛的? 嘿 雖然他打起來的時候看起來很猛呢 但是啊 他鼻尖一直在那裡飆寒 所以我就知道他的神一定有問題啊 那我就整一下他探一下吧 他果然動都不能動了 一姐又問 真是有伊賀家族啊? 嗯 那個矮仔用的就是伊賀忍者的劍法 只不過為了掩人耳目 他把把劍改了做尖刀而已 他這樣改一改 自己都覺得有點不適合 當然破綻就多了 所以對付他就不難的 你又經常跟他鬥快啊 你快得過一把刀嗎? 所以啊 只能夠以靜濟動 看準破綻 理他一下 這就夠他爽了 我們一路在那裡聊 很快 駕車就回到何博士住的地方 我們拐開門進去 見到六翼雷正坐在沙發上面 他見到我們回來 面上即時露出了濃濃的笑意 歡迎收聽 長篇懸疑小說 《迷你檔案》粵語版 本集播講完畢 感謝你的收聽 我們下集繼續 第272集 我走到六翼雷面前 望望他 他的氣息比上次見面時 好很多 臉也紅潤了很多 他指著桌面上的一套茶具 說到說 上次送給你的那套 恐怕已經不在了 這次又帶了一套給你 不過是普通料來的 這樣就用一下吧 反正你現在居無定所 如果不見了的話 就太過可惜了 我點了下頭就說 你帶過來的那些人呢 他秒秒的樓上就說 來 在幫何博士檢查 我在沙發上面坐下 然後逼不及待地 開始擺弄那套茶具 而影子再向他匯報了 和荒浪見面的情景 陸翼雷叫身後那個男人 拿了幾條煙過來給我 這些煙是沒有雙鏢的 只有一個殼的 他就笑著說 這些是特工煙來的 外面買不到的 我即時拿出一包 派了幾支給大家 然後立即又自己點回一支探 陸翼雷聽完影子的說話之後 一面淡然地說到說 看來他們已經急了 這樣也好 就怕他不動 他動了 我們才有機會 可以抓到他的把柄 其實不用這麼麻煩 直接粗暴地扣著荒浪不行嗎 哪有這麼簡單 現在不是動他的時機 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問題 我們談到這裡的時候 有幾個人從樓上走下來 陸翼雷就說 他們都是國內頂尖的精神科醫生和學者 我連忙站起來和他們打招呼 其中一個年紀大一些 戴著眼鏡的男人對著陸翼雷說到說 陸翼雷說 我們很仔細地和他做了檢查 他沒有任何的異常 而且在我國 人格分裂的案例還沒有 就算真的可以確定他患有人格分裂症也好 我們都找不到任何的解決方法 陸翼雷走走唐薇說 那就是說 如果他的病症是真的話 我們都一點辦法都沒有 那幾個人你看我我看你 然後每個人都掩頭 陸翼雷又看著我 但是我都唯有是傻一傻的肩 無奈地和他笑笑 那他又跟那幾個專家說 那辛苦各位了 我馬上叫小郭送你們回去 記住啊 這件事不可以跟任何人提起的 如果你們中間有一個人洩密 那誰都免洗之意就可以了 陸翼雷這番說話 絕對就不是靠客的 我知道這件事至關重要 何其微現在手上的工作 是屬於絕密等級 對於他的身體狀況 同樣也是高度機密 那幾個專家連忙好像雞丁米一樣不停在那裡抹頭 這層我們知道了 陸翼放心吧 不管怎樣也好 還是要謝謝你們的 小郭 那些給各位專家的小禮物呢 他身後那個男人 馬上從身上擠出幾個盒子 然後遞給那幾個專家一人一個 但是那幾個專家又哪敢收 陸翼雷就硬要他們收下 我這陣子才看清楚 那些盒子裡面 原來是一塊小小的金牌 然後陸翼雷又叫小郭把那幾個專家送到機場 那小郭就帶著他們出門了 等他們走了之後 陸翼雷就問 現在怎麼辦 我就笑著說 有什麼怎麼辦 清醒的時候他就做他的研究了 而其他人隔出來的時候就限制他的自由了 看來唯有這樣 他看看時間 現在已經錯過了飯點了 他就說 這裡有沒有什麼東西吃 很餓啊 只有即食麵 我叫李興沖了兩碗即食麵過來 陸翼雷一邊吃一邊說 一會兒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誰啊 一會兒你就知道了 他交代過不可以告訴你 還跟我懶神秘 你不是很懂得分析嗎 你自己分析看看究竟是誰想見你 我看到他眼裡閃過了一絲苟結 我靈機一動出現了一個想法 但是馬上又被我否定了 陸副總長現在已經病重 應該不可能照見我的 那會是誰呢 不過看他這樣的死樣 要見我的人應該是跟他的關係很親近的 是他的家人 那難道是陸翼平那個小妹 不會啊 他還不值得陸翼雷用這種這麼神秘的表情 我吃了一口麵之後 領領頭就說 猜不到了 哎呀 居然就有你猜不到的東西啊 你說就說吧 怎麼都要搞到這麼神神卑卑啊 欸 天機不可洩露啊 那我都非事再追問啊 反正一會兒就可以見到的 我們吃完即食麵之後 就上了車出發 這次一起去的人就並不多 只有排骨 一傘和影子 駕車在海邊的一棟別墅前邊停下來 只見有兩個穿著黑西裝戴著墨超的人 守在別墅門口 他們見到陸翼雷之後就叫了一聲 雷少 路翼雷微笑著這麼吐進頭 然後帶著我們進了去 我們進了別墅之後 看到裡面是一個很大的草坪 在草坪上面呢 也有著幾個黑衣人的 路翼雷也一一地向他們點頭示意 穿過草坪之後 才來到間屋前邊 那間屋四周圍 也都昏暴著幾個黑衣人 我现在有点紧张 究竟是谁这么大来头 难道真的是陆亦雷他爸爸陆副总长吗 但是他现在不是重病在京城吗 有什么可能会出现在大连 我们进屋之前 身上哪些武器都被人搜走 陆亦雷虎笑着说 不好意思 这个是规定来的 我点了下头就说 陆副总长的病好发了 你总算都猜到了 其实我一早就猜到了 只不过我一直认为他病得很重 没什么可能 凡事都有可能的 进来吧 爸爸在等着 我们进了屋之后 看到在客厅的梳化旁边 有一个坐着轮椅的老人家 那位老人家 头发都已经白了 精神状况看起来不是很好 面色白了 但是他对眼睛就很有神 他见到我们进来 那块潮蒙蒙的面上边露出了笑耳 他轻轻地向着我们摇摇手 我就连忙走过去 叫道 陆白虎 你好 他点了下头 示意我坐下 我就在隔壁的梳化那里 坐下来 而陆亦雷就坐在他另一边 我真是想都不敢想 陆副总长 陆国光将军 竟然坐在轮椅上边 我记得最后一次 在新闻上边 见到他那时 应该是一年半之前 那时 他还是穿着一身 很威武的军装 甚至很挺拔 面上充满了 刚毅和果敢 但是这些 现在在我面前 这个老人家身上 几乎已经找不到 他看着我 就说 朱伟 这个名字 我都快听到 耳朵生展 那样 今天 总算是 见到面 他看着陆亦雷一眼 就说 都很普通 不像是 有什么三头六鼻 他这句说话 一说出口 我们都笑了 我原先内心的 那种紧张 也都因此 一掃而尽 陆老将军 伸着手出来 我连忙过去 握住 他拍拍我的后背 就说 你的事 小雷他 已经全部 都告诉我 这段日子 辛苦你了 陆伯父 你不要这么说 可以做一些 令到自己内心安宁的事 我觉得是值得的 最初的时候 小雷说 小雷说 要你来担当 这么重要的工作 我是有点担心的 这些不是平常人可以承受得到的 现在看来 主要是想跟你说两句说话 帮你打下气 你现在所做的一切都很重要 而且 陆伯父 陆伯父是否担心 有点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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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的身上 这个时候 我真的完全明白 陆国光 这样 是在和我打起 希望我可以坚持战斗下去 他是怕我会缩沙 这样一来 我心里面 其实有点阴影 他们不肯把那个天大的秘密 告诉我 那就令到我 有种被人利用了 这种感觉 只不过 我这种不快的感觉 很快 就在眼前这位老人家 那种磁场的目光当中消散 第273集 我看着陆国光 他面上带着一些恩切的棋盘 我知道 他是在等着我 给他一个承诺的 而这阵时 六亿雷也都看着我 我就笑着说 陆伯父 你放心吧 我不会放弃的 而且现在走到这一步 我都已经不能放弃了 只不过 我说到这里 瞅了一眼六亿雷 六亿雷反应很快 即时就知道我想怎样了 喂 我说 朱哥 你不会是打秋风 打到我老爸身上吧 哎 搞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早就已经没什么钱了 你都知道我身边一群人 很多地方都要花钱的 六亿雷虎笑兼灵头的说 哎呀 也都只有你才会那么够僵 在我爸爸面前这样开口的 一边的绿国光也都笑了 他看着我就说 哈哈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贪钱的人 你说的都是事实来的 这样吧 小雷 以后你就每个月 给一定的费用 他们 不要令他们过得太过辛苦了 爸爸 你别听他乱说 他手上有不少钱的 喂喂喂 我恢复记忆之后 还必有什么钱啊 对了 伯父啊 你现在要好好地休养身体 医生应该跟你说 不可以吸烟是吧 六亿雷狠狠地瞇了我一眼 陆国光 看到六亿雷这样的样子 即时就明白了 他笑笑口地说 你这个人啊 还跟我弄鼓造怪是吗 小雷 一会儿 放几条烟给你煮个吧 接着 他又望望我说 医生说 我茶也不可以喝太多的 那你还要不要些茶叶呢 我好开心地摁头 那他就跟六亿雷说 再入些茶叶呢 六亿雷翻白眼地说 嘿 我怎么会认识你这种朋友呢 我和陆国光即时都笑了 陆国光笑笑下 还咳了气身 我连忙就说 伯父 你又认识了 我就先告辞先了 他咬咬头说 你去吧 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去找小雷就行了 我就扮到一本正经地说 我知道的了 伯父 煙和茶叶用完的话 我会跟他说的了 我和陆亿雷离离开了别墅 回上车之后 他就说 你真是厉害啊 居然作了爸爸一筆 欸 我只不过是想引他开心一下而已 唉 一年半之前 我在电视上看到他这么精神抖手 他现在整个人借了很多啊 阿爸是为了可以扮病 扮得似一些 他就要医生对自己用了一些药 好伤身体的 那你做什么不劝一下他啊 唉 阿爸说 有时候为了取得最后的胜利 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那我就没有声出了 一个老人家可以做到这样 我还有什么好说啊 唯有是坚持到底呢 我们回回去何博士的家 陆亿雷坐了一会儿之后 就又要离开了 他跟我说 说他要去一趟南方 有什么事的话 电话联系吧 我没有问他要去做什么 如果他是想说的话 自然会跟我说 我将他送到门口 排骨和小国呢 就跟在他的身边 有排骨陪着他 他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了 他上了车之后 对着我拼拼手 叫我注意安全 那我就笑了 有影子一姐他们在 我从来都不会担心 我自己的安危的 在送走了陆亿雷之后 我就回回上楼去看看何其美 他现在睡着了 我就坐在床边那张椅上边 然后叫方少剑回去休息 我静静地坐在那儿 看着何博士睡觉那个样子 他的眉头纹很深 长期的心理压力 令到他显得无比那么潮水 我苦笑了一下 人格分裂 这么经典的案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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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